我觉得今天的对手的实力都还挺强的 但是我们也不弱 还是挺有看透的 今天的比赛 现场我看还是挺热的 咱们上去以后估计更热的 肯定的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首先谢谢朋友们热情的掌声 感谢大家 这个隆重地介绍一下 我 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 您客气 相声界的娇娇者 没有没有 相声界的大明星 谢谢大家 我叫韩雪松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掌声可以继续 谢谢 我爱你们 别鼓掌 下回 跟我没关系 不用往我这儿比划 怎么没关系呢 大家都听过相声 相声演员上台了 先介绍豆梗演员 再说捧梗演员 这回该说我了 他就是捧梗演员 对 我们这个节目呢 可以说是精心设计 过去了是吗 怎么了 我叫什么呀 叫崔俊呢 你倒是介绍出来呀 崔俊 崔老师 您客气 相声说的特别好 有点紧张 而且不光相声说的好啊 打小学习就好 是 跟大伙说说 哪门功课最好啊 我语文特别好 为什么人家这个作文写得好啊 您解释解释 老师教得好 我们有一位好老师 他们那个语文老师我可见过 嗯 二十多岁 当时岁数不大 是个女老师 是 长得是亭亭玉丽 漂亮 说起话来也是 英声艳语啊 您给学学 同学们 我就是你们的语文老师 撒家今天来上语文课很开心 别干了 这是我们的女老师 这还是鲁制身呢 这个老师这两天有点感冒 什么感冒 喝了口水就好多了 那你喝口水 润润嗓子 同学们 我就是你们的语文老师呀 要改功力出来的了 功力出来干嘛呀 不是你这也天一角地一角啊 就找找掉门啊 您这么着 您啊 正常一些 正常一点 正常一些啊 同学们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呀 新年是咱们每一个中国人 最高兴最开心的节日 是春节吗 为了迎接这个喜庆祥和的气氛啊 怎么样呢 咱们今天作文的题目就是 什么 我死之后 我死之后 这哪儿听出祥和来了 同学们 老师先来读一篇范文 听听这范文吧 我死之后 躺在殡仪馆的水晶棺里 四周围布满了鲜花呀 你美什么呀 前来吊唸我的是社会各界人士 都来了 他们一个个低头不语气不成声 都哭了 突然 怎么着 从人群中站出一个人来啊 指着我对大家说 说什么 看 怎么样 他是一名伟大的 人民教师啊 谢谢 谢谢 谢谢同学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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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您这脸呀稍微大了点 怎么了 自个儿夸自个儿 我觉得他的底应该是动了动了 听着拭目以待啊 这崔骏听完着急呀 是啊 老师啊 老师啊 老师 嗯 该我死了 该我死了 老师 该我说了 该我说了 对 这个 我死之后 怎么样 我落了什么呀 可到我了呀 是 你们别美了 赶紧说啊 我死之后 怎么样 躺在红绿灯的十字路口下 一辆大卡车呼叫而过呀 我让车压死的 不是 这离奇 你这个情节 别离奇了 他们都死那么安详 怎么我就让车给压死了 那你怎么着 我也得在殡仪馆 你也在殡仪馆 好 对 这个 我死之后 躺在殡仪馆的电冰箱里 电冰箱 四周围 要给我送食堂是怎么着吧 给我坐吃了 这不好吗 不是电冰箱 那是 这都是水晶馆 这个躺在殡仪馆的水晶馆里 对 四周围布满了葱花 去星 前来 像话吗 怎么了 还是要给我炖了是吗 不是 这不好吗 老拿我当冻肉那么设计可不行 那放什么呀 对 放鲜花 鲜花 这个四周围布满了鲜花 真费劲 前来吊咽我的是社会各界人士 都来了 他们一个个低头不语 气不成声 突然从人群中站出一个人来指着我对大家说 什么 看 他懂了 诈尸了 谢谢大家